OK这个程式不难很简单 但是要注意到里面的一些特点 怎么样去从键盘输入资料 然后存到档案里面 那它的这个整个资料的写法 它程式的写法要特别注意一下 那这边刚提到就是结束的话 就是Ctrl Z 那另外我们说过用FOpen 它可以打开不同的模式 来做一些档案 例如W 这是双引号引起来W 记得要双引号不是单引号 W就是用来写入啦 写入资料 那如果是新的档案 如果没有之前那个档案名称不存在 它就开一个新的档案 那如果原先有档案 就同样的那个名称的话 你再开用FOpen用Write一遍的话 它会把里面的内容杀掉 然后会写入新的资料 那如果你是只是要读资料的话 你可以用R 那就读取模式的方式 那如果是要在已经存在的档案后面加新的资料 那就是用Append 最主要我们大概会常用的就是WR跟A 那C里面其实它有很多种模式 常用的就是RWA 那另外它还有一个叫做R+,W+,跟A+, 其实这个看起来 在我看起来好像还差不多啦 大概只有RW RW原先我们只是 如果你用单纯用R的话呢 它只是用来读资料 你没办法去把它写哦 但是如果你用R+,的话呢 它其实也是可以读可以写啊 那至于W+,A+,看起来跟原来的W跟A也差不多啦 所以大概我们比较常用的就是RWA 那另外如果是用二元二进位的话 你的资料如果是Binary的档案 不是那个一般我们看得懂的那个档案的话 那如果是Binary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加一个RB、WB跟AB 这个模式去做它啦 对我们来说 我们大概比较锁定是前面三个 这个稍微知道 好 接下来我们要接下来 就是说把刚才读的产生的资料 这个资料档案 我们接下来要从这个档案读资料进来了 那读资料进来之后 我们要可以做一些处理 那开始的第一个程式呢 只是把它印出来 你把它输入 然后接下来把它读资料出来之后 把它印的稍微漂亮一点 就像报表一样 所以这时候我们用FOpen 然后用R的模式去开启它 那这时候 因为这时候我们要从档案读资料 所以我们这时候不用ScanF 这时候要用什么 FScanF的方式 这个函式去读资料 好 这个程式 跟刚才的大同小异 你可以比较一下 跟刚才程式有什么差别 其实差别不大 一开始也是一样 宣告这些变数嘛 然后File 一样要宣告它是一个 资料串流的指标 那一样用FOpen 那只不过FOpen 后面它不是用Write 它是用来Read 只是来读资料 那一样它开了起来的话 它就会把这个档案的 这个串流指标存在CAPTR 那这个当然如果是存在的话 当然就不会是NU 如果是开不起来 当然就变怒 所以一样会有一个这个Message 跑出来 那接下来的Else的部分 就是一样跟刚才一样就是在处理资料 那这边一开始 因为它这边这个程式的目的是要做 类似印报表资料 所以它开始在萤幕上 在萤幕上印报表资料 所以在萤幕上面它就printf 那所以它这边有一个-10s跟-13s 这个东西就是怎么 让它靠 靠什么 靠右还是靠左 靠左对齐 所以它这个把Account跟Name 跟Balance这三个 那Balance没有了 Balance就是%s而已 好 然后接下来就是 你注意到 它开始就读第一笔资料进来了 所以它读第一笔资料 就是用F ScanF 然后呢是从哪边读 从这个刚才读到的CAPTR 那读资料进来的时候 你看它跟刚才的ScanF 大概也差不多 对不对 这AppScanF跟刚才的 跟刚才的ScanF 有没有 几乎都差不多嘛 只不过插前面多一个什么 前面多一个那个 资料串流的指标而已啊 所以这边是代表 是从哪边 从这个CAPTR 就是这个档案 Open出来的地方 去读资料进来 然后呢 它读一笔资料进来 然后一样存在 AccountName跟Balance 那接下来一样 它是用 又是用File 用File这个方式 来做它的这个 资料的处理 一样是 Andal file F EOF 那但是这个F EOF 这边刮虎里面的 这个资料串流指标 这时候指到哪里 指到你的那个资料串流啦 不是指到STDIN 我们前一个程式是指到哪边 指到STDIN 因为你是在 Keyboard输资料 要让它结束 就按Ctrl-Z嘛 所以是从 所以它是前面那个程式 是STDIN 那现在我们是从这个 档案读资料 所以档案的尾巴 它是透过这个POINT 这个资料串流的指标 来做Andal file的判断 所以这边的F EOF 这边的刮虎里面的指标 就换成是CF PTR 然后File 当然不等于 这个Andal file的时候 它就会去处理这件事情 它就一样把这个 读资料 刚才第一笔资料 读进来之后的东西 去把它印在萤幕上 然后接下来之后 再去做什么 做F ScanF 再等于是读第二笔以后的资料 那读第二笔以后的资料 一样它是从这个CF PTR 读资料进来 然后呢 去把它印出来 再什么 印出来是 先把它读进来 读进来以后再回到File 那如果不是Andal file 当然又是把这个资料 读进来的东西 再把它印出来 那整个File结束之后呢 就把它close掉 然后结束 所以接下来 它就是把你刚才读的资料 把它印得比较漂亮一点 变成是一个报表的方式 就呈现这个方式出来 好啦 一样让你们练习一下 就是一样 传给你们资料 你们把它编一下 这样 所以这个程式 跟刚才前一个程式差别 就是差在它的什么 它的那个资料 怎么去读进来 刚才是Standard in 现在就变成这个CF Point 好啦 你们资料如果跟刚才输入的不一样 当然它就会按照你输入的东西去输出 所以你不要 如果刚才不是这样输入 当然就不会输出这样的结果 所以不要觉得好像很奇怪 就是 本来就是这样子 好 这个是 纯资料 读资料 纯资料 那读完资料 当然要干嘛 当然这个 这个例子很简单 它只是把资料读出来 然后读进来 然后再把它漂亮的印出来而已 那如果我们以后要读资料进来之后 要干嘛 读资料进来之后 就是要做运算嘛 所以我们也许以后会让你们读资料进来之后 去做一些运算处理 那接下来的例子也是一样 接下来是同样用这个例子 我们接下来要 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说 在这个资料里面 我们要去看 就是说要去看它哪一个资料是 它的平衡是正的还是负的还是没有 没收缺 就是零 平衡是零 那但是不要忘记 我们现在的档案 这个point 就是你在读资料的时候 这个point 它其实是 当你在用fscan 每次去呼叫fscanf的时候 它都会去 因为它是个指标嘛 它就会指到这个 第一次用fscanf的时候 它会第一次先读到 它的第一个record 第一笔记录开始的地方 然后一直读到最后 读到第一笔record的后面 那接下来 你在第二次去呼叫fscanf 因为我们刚才 不是在这边坏 一直在去呼叫fscanf嘛 第二次去呼叫fscanf的时候 它的这个point 就会point到第二笔record 第二笔record的开始 所以它等于是 你每呼叫一次fscanf 它的这个point 就会一直循序的 从第一笔record 到第二笔record 到第三笔record 一直点点点 直到什么 读到这个end of file 所以你每呼叫一次fscanf 所以这边的cfpt 其实它是一个动态的 它这个指标是一直在动的 你每呼叫一次fscanf 它的这个point 就会一直point到下一个record 懂不懂 所以这边我们看 第一次呼叫fscanf 它就指到第一个位置 一开始的位置 然后呢 第二次再去呼叫fscanf的时候 就跑到什么 第二笔位置 所以它才会依序的 去把你的这个什么 资料读进来 懂不懂 所以它叫sequence 叫sequential 循序性的 有没有 第一次 第一次它可能先 它一开始point是指到这里 然后这是第一次fscanf 所以第一次fscanf 它把这个资料读进来之后 在第二次呼叫fscanf的时候 它的point就指到什么 第二笔record 这里 所以它会按照它的record 一比一比 它的point 这个cfpt 会一比一比的这样往下去 那直接读到最后之后呢 当然它就到end of file 那如果我们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 循序的概念 循序的概念 但是如果我们这个资料 已经读到尾巴了 读到尾巴 我们接下来如果又要 从头开始再读一遍怎么办 如果我们还要再从头读一遍 那这时候有一个 函式叫rewind rewind就是类似 倒带嘛 对不对 倒带 倒到哪里 倒到城市的 倒到那个资料的一开始的位置 所以它可以把它类似倒带 回到最开始的位置 然后再继续去 从那边开始读资料进来 所以这个rewind 在这边可以用得到 就是我们如果要 重复去读资料的话 那这个时候 反正就是倒带啦 那我们什么时候 会用到这个呢 待会这个例子 就会用到这个rewind的方式 就同样刚才那个例子 我们的这个资料里面 基本上我们要去看看它 到底它的balance是零的呢 或者是所谓的positive 是存款 那如果是negative 可能就代表是借款 类似这样的概念 那我们要去统计这些资料 这个资料 这个档案里面所存的 这些客户资料里面 到底有哪些是没有欠钱的 有些是存钱的 有些是借钱的 来看 那当然欠钱呢 其实代表它balance是负的 然后呢如果是 这写什么 存款的 存款的客户欠款 余额为付的值 而借款客户欠款 这是什么意思 反正这个是他们 这个可能是他们银行 特别的方式吧 反正就是有正有付就对了啦 那我们就要从这笔资料里面去找出 哪一笔recker是正的 哪一笔recker是付的 要把它印出来这样子而已啦 所以我们看这个例子 它是主要用的就是一个rewind 但是这个程式稍微复杂一点 因为它等于是要 go through 过这笔recker 就是等于它 让这个程式有一个互动性 就是它可以让我们自己去选择 到底今天是 你要去查是 所谓有余额是正余额是负的 那种概念的东西 所以它这里面会用到 我们之前的一些 用过的一些函式像switch 好 我们看它程式一开始是这样 所以一开始也是一样 这是file cfptr 那这边我们open这个资料之后 所以这个if也是一样 它用的架构都一样 就是if else 那fopen把这个资料打开 用来做读取 存到cfptr 然后呢 如果不存在 当然就是notopen else 接下来这个就比较复杂 这边的else呢 这个问号 这个刮虎会连接到 连接到 连接到最后面 几乎等于是到程式尾巴了 几乎到程式尾巴 所以接下来else里面 它用的还蛮 这里面的这个else的 这个区块程式部分呢 还用蛮多的 好 所以它接下来做什么呢 接下来就是一个提示字元而已 提示字元 那这个提示字元告诉你说 你如果选1的话 你如果是输入1的话 就是你要去看看它的这个account是 zero balance 如果是2的话呢 就是有这个credit balance 如果3的话就是有debit balance 就欠款 那4的话就离开 所以它这边类似做了一个什么 互动式的一个选单 那这个互动式的选单 其实其实你 当然现在才讲 不然的话其实你们如果写 自己在写程式的话 这个还蛮好用的 就是这个选单搭配什么 搭配我们的switch 我们就可以去做很多的 不同的处理 好 那反正就选1 2 3 4 让你去选 然后接下来这个是提示字元 接下来就是scanf 就是从萤幕上读 从键盘读资料进来嘛 读到这个request 那request的是一个 request应该是一个 request是一个onsign的integer 所以读资料 读这个integer进来 然后存在这个request 那接下来就是一个while 这个while呢就是 看它的request 那request如果不等一次的话 接下来都一直在run这个东西 所以代表如果你输入1 2 3的话 它就会一直去读这些东西 去读这些资料 去处理这些资料 那如果是4的话 当然它就离开这个 离开这个while的回去 这个while回去一直跑到哪边 一直跑到几乎这边了 也是城市的尾巴了 那接下来之后它干什么 它接下来就是while一进来之后呢 它去从档案去读资料进来 那一样跟刚才差不多了 读account 读name 读balance进来 然后呢是从哪边读 从这个档案读资料进来 然后appscanf 那接下来 这个第一次读资料 这是放在最上面 最外层 appscanf 那接下来它就搭配这个switch 那switch里面就是括弧request 那接下来有case1 case2 跟case3 那每一个case 当然它就去做它该做的事情了 所以case1 当然我们刚刚说过 它是要什么 要输出是这个zeobalance的客户 那zeobalance的客户呢 它接下来 这只是一个提示 也是一样在萤幕上输出啦 那接下来里面有一个while 所以在switch里面的case 里面它有一个小的while 这while里面呢 一样就是从头读到尾 因为它就是要从头读到尾 它去找出它的balance是0的 所以它这个while回圈也是一样 file end of file 然后这个cfptr 这代表它的这个档案的指标 从头读到尾 它如果不是end of file 它就一直读 读的过程中间呢 它去看什么 看它的balance 如果balance等于0的过程中间 它才会把这个balance的这个结果呢 去把它印出来 再把它印出来 然后完了之后呢 再去做什么 一样再去做第二次的app scanf 然后接下来才回到fire这边来 所以在这边等于是 就是把刚才的那个程式把它浓缩缩小 在这个case1里面去做一个处理 那这边完了之后等于 所以这个case1读完之后 它的这个point呢 有没有 这个cfptr也会从一开始的db record 读到什么 读到end of file的那个record 那所以如果这边完了之后呢 它读完这个balance等于0的这个部分 case读完之后 它接下来就break了嘛 那break是干嘛 break就离开这个什么 离开switch 离开这个switch 那离开switch会到哪里 离开switch就会到什么 就会到fire 对不对 因为这边是fire的ending嘛 对不对 fire的ending在这里 所以switch离开之后 就是离开到要到fire 那fire接下来它做什么动作 因为这时候你的cfptr 在单读的那个每一个switch里面 它都是从头读到尾 所以从头读到尾的过程中 我们已经结束了 我们接下来如果要再做第二次读取的话呢 我们就要把它的这个point 要把它做rewind 把它让它再拉回第一笔record的位置 然后接下来再提示资源 问你还要不要再输入第二个 输入第二个资料 这是第二个request 看是要不要再try其他的不同的这个要求 那如果不要的话当然它就怎么样 如果当然这边你要一定要选啊 一定要选1 2 3 4 如果你是选到4的话 当然它就离开这个fire 就离开了 那如果是选2的话呢 它就回到一开始那边 就变switch变switch的这个 一样去读资料 就是如果你这边scan scanf这边request是2的话 那你又回到哪里 又回到这边 回到哪里 回到这里 回到这边 然后这个时候又去读第一笔资料进来 读第一笔资料进来 然后再是2的话 再是跟case2 那case2跟case1有什么差别 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啦 你看它的程式 都是一样先去put as 对不对 然后接下来一样去while 那这while只不过里面的if的判断式呢 就变什么 判断式balance小于0 balance小于0 然后一样去算它的这个结果 去输出它的结果 然后接下来一样再回圈 等于它这个每一个case 每一个case里面都是有一个小的 那个刚才我们的这个程式 在读资料的那个程式的部分进来 然后case3是一样 同样的东西 它这边判断是balance大于0 然后得到这样的结果 然后最后结束的时候 再去把它close掉 所以这个就是透过rewind的呢 它去把你的程式去从 一笔一笔资料读进来之后 你如果要再从头去读资料的话 就透过这个rewind的函式 去做这件事情 好了同样的这个让你们练习一下好了 去看一下它的那个过程是什么 好把这个程式compile一遍 再run一遍看看 好如果都做完的话呢 再给你们一个小练习题 我们刚才读的资料都是这种客户资料 你现在假设 利用刚才的例子 你去把一个矩阵读进来 把一个矩阵读进来 然后呢用一个阵列去接它 你们之前阵列有 二维矩阵有做过什么计算 现成的 高丝啊你们做过高丝啊 还有矩阵想法 你们做高丝啊 高丝消去法 有做过 有做过 写成韩式还是 好啦 高丝消去法基本上 不一定要方正嘛 对不对 不一定要square matrix嘛 对不对 是吗 你们当初的例子是什么 高丝消去法是 是square matrix还是 好啦 你就读 你们就用刚才你一样写两个程式 一个程式去把资料 读进去 把那个 就建一个matrix的一个档案 那最简单就用1234好了 我们用整数好了 123456789 当然啦 你就模仿一下啦 模仿刚才的那个 第一个程式 就是去把这个123456789 把它存到一个档案 然后再写一个程式 去把它读出来 然后呢 去算它的这个什么 高丝消去法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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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爆破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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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道 寫不出來 那個是什麼時候的作業 你們有問題都不會來問嗎 告訴蕭蕭蕭寫不出來 好啦不然寫一個簡單一點 好啦就是 一樣第一個程式讀進來 然後第二個程式去把它讀出來 那檔案名稱你們自己取 讀出來之後把它做 反舉 不是反舉偵探 做那個transposition 轉次矩陣會不會 transposition就是轉次矩陣啊 航便列啊以這個為主 然後呢 1跟2這個交換啊 這叫轉次啊 A矩陣的transposition 原來是123456789 就變成 11到147 然後呢25 258 然後多少 369 類似這樣子啊 這個轉次矩陣應該比較簡單了吧 transposition啊 先練習一下 好啦先練習把資料輸進去 先練習把資料 123456789 這樣一個矩陣形式把它輸到一個檔案 然後再讀出來之後 看能不能做成轉次矩陣 ille 今天